好 接下来楼下的房客这部戏要开拍了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剧组却涉嫌虐待动物 黑色诡异又带点奇幻的剧情 改编自九把刀的经典小说 电影楼下的房客一开拍就话题不断 前阵子才公布 邀来演技派港星任达华担任房东一角 让电影更受注目 但现在却遭人爆料 剧组涉嫌虐待动物引发争议 包括演员任达华还有导演崔震东 都被自称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网友 在脸书po文爆料 他提到拍戏现场坚持要用活老鼠 而且为了控制老鼠行动 还在他身上黏了大力胶 并且用束带勒住身体 之后原本温馨的老鼠开始发狂咬人 最后爆料者还说拍片真的没这么伟大 呼吁大家不要去看 别让这些恶职的人赚到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他要从那个喂养他的那个刚才看的那个笼子呢 要放上去的时候 因为总是要把它拿起来放到那上面 所以可能也是让他受到惊吓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会 一定会有一些增长 或者觉得不舒服 那后来呢 我们就让他休息 那受医师帮我们检查了之后呢 就说他的确是受到过度的惊吓 那建议我们呢 让他多休养一两天 他就会自己回复正常 而电影导演崔震东则出面澄清 绝对没有虐待动物 只是拍片过程 因为老鼠难免挣扎抵抗 之后不吃东西 也不喝水 所以立刻将他送医 诊断后 医生确认没事 才把老鼠带回 针对爆料者 目前剧组不打算追究 只希望能顺利把电影拍完 别再爆出负面消息就好 接下来林世达 卢俊敏 谭若仪台北报道